啊, no, no, she's at my brother's Lester, listen to me, very carefully I need you to get down on the ground Now, wait, wait just a second Lester, on the ground It's not what it looks like 大家好,欢迎来到扁斗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冰雪暴第一季,第五到六季 阿莱坐在监狱 身旁守着狠人兄弟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逼供之下 阿莱交代了知道的 有关于马沃的不多信息 探监结束 警察请走了兄弟脸 阿莱呕吐晕倒进了医院 医生给阿莱做了手术 取出了伤口的异物 莫莉问异物是什么 莫莉基本已经猜出来了 她潜入阿莱家调查 注意到了被挪动的冰箱 后盖有被拆过的痕迹 于是她取出硬币 撬开螺丝 什么也没摸到 莫莉还是凭借自己的调查和推理 集权了所有的拼图 还原了罪案的经过 赫斯撞断了阿莱的鼻子 阿莱在医院遇到了额头受伤的马沃 阿莱买凶杀人 请马沃杀了赫斯 也许是因为付不起钱 马沃找阿莱算账 遇到了上门调查的局长 局长被杀的时候 阿莱却又在现场 至于猪猪的死 暂时无法确定 天衣无缝的分析 连一向谈呼阿莱的索尔 这回也被说服了 马沃找街头贩子 买了一个仅用频率监听器 用于监听警察的无线对话 到老唐家 用一套变声设备连接电话 给超市大王打了过去 超市大王投降了 他要交出一百万 要不然等待他的 可能是长子之死 一百万美金就这样到手了 老唐有些难以置信 咱们六四开吧 我只要四成就知足了 马沃把老唐锁进密室 答应事成之后放他出去 马沃开着车 再次邂逅了值班的格林 这家伙这么阴魂不散 马沃决定把格林处理掉 那跟踪下班的格林 来到小区楼下 调出对角 监控警用频道 这时一个男人过来 敲响了马沃的车窗 男人也是小区业主 一眼就看出了 马沃来路不明外地人 让他赶紧走 这是友好的社区 孩子们在街上玩耍 邻里之间经常去会 我们不需要一个人 在车里捣鬼 马沃不甘示弱 也说了一番狠话 男人吓坏了 骂马沃魔鬼 马沃自知暴露 也只能开车离去 狠人兄弟从警察朋友手里 拿到了马沃的资料 他们终于有了明确的目标 莫莉来到医院 推开阿莱的房门 用凝视毒蛇般的眼神 凝视阿莱 阿莱仿佛感觉到了 背后有一股灼热的视线 紧觉地闭眼装睡 一场猫鼠游戏 在两人之间上演 法格式的一家中国餐厅 黑帮老大厅手下 汇报着狠人兄弟 对赫斯之死的复仇进展 他的指示很简单 死 什么呢 死 死 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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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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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州历史上最严重的暴风雪即将来袭 警局做着防灾减灾的动员准备 医院里只有一个警员看着阿莱 切斯过来探望 问他犯了什么事 没啥 被锈钉子扎伤了手而已 你骗人 那女警察说你涉嫌杀害局长猪猪还有贺斯 这是乱咬人 我是受害者 别骗我 我让你进我家跟我孩子玩 还有你给我打电话 说你被绑架了是怎么回事 这只是个玩笑而已 阿莱又一次被自己最亲的人深深伤害了 于是他跟病友调换了床位裹住头 被护士推出去 然后逃出了医院 为了避免长子之死的应验 超市大王让儿子躲了起来 随后带着钱提前两个小时来到约定地点 这是一家停车场的楼顶 超市大王最近服用精神药物 头脑不清醒 一件事他一直没想明白 这到底是人为的勒索 还是上帝的惩罚 雪越下越大 让他想起了20年前的那一幕 突然他似乎顿悟了 知道了该怎么做 于是把车开离了停车场 老唐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用胶带绑在一辆动感单车上 正对自家门口 马卧又把一把双管猎枪固定在他手上 房间的窗户被贴满了报纸 马卧布置了一个精巧的机关 将一把自动步枪对准窗外 一根钢丝拉着扳机 马卧表示 如果超市大王报警 我要确保警察忙得抽不开身 马卧站在老唐面前 老唐似乎逮到了一个机会 固执完毕 马卧朝窗外的行人放了几箱 当然没打中人 动静很大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他便从警用频道里听到有人报警 警方出动了 一切安排妥当 马卧收拾东西离开 起程去停车场拿一百万 阿莱回到地下室取出锤子 然后找来几张猪猪的龟房私罩和一条内裤 随后潜入切司家中 翻出钥匙打开武器柜 将锤子照片内裤放到了里面的家层 顺手偷了一把小手枪 放进了侄儿的书包里 就这样一个完美的陷阱布置完成 此时地席和侄儿回来了 不过这孩子似乎习以为常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回头继续倒水 最后他又回到了医院 神不知鬼不觉 格林和莫莉喝着咖啡聊着天 突然大批警车鸣笛经过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警察们赶到老堂屋前 对着里面喊话 却不见动静 领导决定爆破突进 马沃开着车 在警用频道里听着现场直播 特警靠近屋子 触发了机关 步枪射出子弹 警察开枪还击 小屋被打成了筛子 老堂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他只想跟着马沃占点便宜 没想到会落入这番境地 佩悦想起了庄严的圣歌 让老堂的死险的既有悲壮色彩 又有几分黑色幽默 这就是跟着魔鬼合作的代价 特警表示 嫌犯已死 这是我见过的最古怪的自杀方式 雪越下越大 能见度已不足十米 前面一辆车堵着 马沃来不及刹车追我 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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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拿着两艇冲锋枪 马握没有武器 他再厉害也是毫无胜算的 暴血是他唯一能利用的工具 马握问胡子是谁派来的 胡子扛不住 交代了是法哥式的黑帮 胡子被割喉 马握消失在雪中 他慌张地开了一枪 走近才发现 超市大王来到二十年前神迹发生的地方 将一百万现金埋回了原地 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 这样就没有亏欠了 他已经彻底相信这是上帝的惩罚 不是凡人的勒索 可上帝似乎并没有原谅的意思 在宝安的护送下 儿子正在返程的路上 才使出暴风雪 他们便遭遇了一场鱼 当超市大王赶到现场的时候 宝安和儿子都已经死了 长子之死的灾祸还是降临了 大王很不解 对着上天表示 我明明已经还回去了 冰天 雪地 凶杀 暴力 白色的雪搭配红色的喜 透着一股罪恶的美 自然的荒蛮和人性的野蛮 是冰雪豹系列的核心主题 电视里报道 只有飓风引起的鱼语现象 飓风把湖里的水和鱼都吸到上空 然后在十公里外抛了下来 所以这并不是什么上帝的惩罚 而是纯属意外 勒索者制造了幻觉 被勒索者却把钱给了上帝 人生充满意外 生活就是这么的荒诞 没拿到钱还遭人暗算的马握 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阿莱布置的陷阱能起作用吗 更多精彩 咱们下期继续 有点兴趣的东西 有点兴趣的东西 新贡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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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